因為看到有很多歌手 像 BBC Radio 他們很多Live Station的一些表演 放在網路上面 他們的音質 然後影響 都拍攝得很好 那我覺得這一次 我也想要回饋給歌迷朋友們 因為他們很辛苦的 想要聽歌 又想要把舞台上面的表演 能夠留下來做紀念 那我覺得這一次 我想要送給歌迷朋友們 這樣子的 由我的角度來送給他們 回饋他們 這一次跟新的製作人合作 Focus 他在音樂上面有做了一些改編 還有也是第一次合作的很多 樂手老師們 其實我們雖然只有兩天的時間 在排練上面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太多的休息 就一直不斷的排練 然後我覺得大家也都很有默契 還有就是背歌詞 對 因為2019年呢 我也想要讓自己 不要再一直看歌詞 這樣不 這樣 會讓自己太輕鬆 因為我覺得背歌詞 你也可以享受在歌的詞境裡面 就是衣境裡面 就很享受 那我覺得剛剛這樣子唱 還滿舒服的 但是還是會緊張 因為我們是一次錄 中間沒有像錄音室這樣子 你唱不好你就停下來 如果真的停下來 你可能唱到一半 就要從頭再來一次 尤其是現場這種 很明顯的 你就可以聽得出來 好愉快 雖然還是會秀一點 但是 但是時間就是金錢嘛 你知道這些都是要花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